这个阶段这个季节刚好是百货公司的周年庆 向台北的信义商圈 这几天真的是陷入了激战 星光三月从昨天开始周年庆 他们推出了83种不限量的优惠商品 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冲出51亿以上的业绩 在昨天第一天听说就达到了7亿元的业绩了 至于跟他相隔不远的板级百货 是迈入第二波的周年庆 当然也有很多的优惠 而原本的纽约百货现在变身成ATT百货 在昨天也正式开幕 他们说希望靠美食打下15亿元的奖赏 满满人潮就等着百货公司开门的那一刻 信义区的百货公司大战虽然比较慢开打 依旧是吸引了不少闪铃刷手 拿出计算机悄悄打打 我们发现花市松大豆占生 一万三万松户毛的平坚 几万七千 我们信义店的目标 二十六条门店五十一五千万 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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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董事长都带头领军推出 两千六的排队商品 另一头则是达出化妆品 第四件只要一百元 新冠三月这次祭出了 八十三项不限量的特价商品 而相隔不远的ATT 则是不甘示弱 宣在同一天正式开幕迎战 白火公司里边吃饭 还可以编细水各家不同风格的餐厅 首创最晚可以营业到凌晨三点 之后还要引进了 包括大S老公王小飞的餐厅 除了要靠美食 打下一年十五亿的业绩江山 包括知名的潮鞋品牌 和艺人陈冠希的潮福店 也纷纷进驻 至于同样位在新一区的板机百货 则也是选在二十号 推出第二波的周年性活动 强人气也要强买气 才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